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了一盘江苏徐超后手战胜孙浩宇的这番棋 那么最终两个队打成了平局来到了加赛超快局的环境 我们还是看一个小片子看看主场加赛超快局的这些场景 加赛超快局应该说孙玉扬这是来自江苏的小将 抽上了孙浩宇 孙浩宇可能也是为刚才曼棋的实力应该说比较后悔 应该说曼棋作为先手来讲 输给了对手有时往往是挺遗憾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职业棋手往往能够把握住先行之力 把握这个棋好 我们这个棋盘可以走了 对 对 跑二平五开局 双方是这个盘棋的加赛快局是由孙玉扬来自江苏的选手直红先走 这个加赛快局更加紧张了 尤其他们这是第二盘加赛快局 现在的加赛快局是这样 它是两盘棋的同时下 这个也是有所改进吧 另一盘应该是成都队的郑维彤 对阵江苏队的朱小虎 G2进6 马2进3 马8进7 就是说这种棋就等于黑方有多种选择 作为红方来讲 它除了马8进7 当然它也可以有多种选择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拱旗兵 这个是往往形成平泡队局或者左马反合 这就是左马反合 泡滑平九就是平泡队局 红方除了兵器以外 还有泡滑平六 马8进7的选择 这是五六炮 五六炮就属于缓弓 当然也有可能能演变成急 看黑方怎么走 五六炮以后 我们也播放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黑方也有左三进1的选择 也有G1平二的选择 左三进1 红方这个马8进7 它有马8进7 有马8进7 马8进7就比较多 这个就变成这个7了 特别平稳 它泡了进1 然后他居二天 他在平方对局 他在对点红方的居住 红方有一点小的 比较稳定的先手 但是这个棋 黑方阵型也比较工程 也可以应付这么一个开局 红方这是稳攻型 那黑方呢 还有G1平二的选择 你马8进7 它在泡尔平一 它把这个G亮开 这个棋呢 红方就可以冰激移 或者冰武激移 都有这个比较激烈的 这个攻守 那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红方呢 你有多种选择 马8进7呢 也是最常见的 它就是 先把这个双正马都跳下来 带接着动 黑方也是 就算你 走成两头蛇的一个局面 对 红方聚酒精 直风聚 黑方呢 走到这儿呢 就是 它选择了十字进五 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相对来讲呢 是属于流行布局当中的 一个冷屁变化 最多的 就是经验不衰的 就是走这个 它聚回来 然后黑方再补三项 之后呢 红方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 对三兵或对七 或对七兵都有 这个局面总体来说呢 就是双方攻守比较平衡 红方呢 就是大致快一点 但是黑方阵型呢 也比较工整 就说都可以吧 但黑方不是呢 也是刻意求变了 因为快起嘛 这个黑方呢 可能也有硬的准备 红方 聚酒瓶六 然后他 孙浩宇呢 走炮尔平衣 除了炮尔平衣以外呢 他还有马基金六的走法 这个也比较复杂 红黄斗 冰骨金 黑方有足迹经济呢 还有一个 最近 也是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也有一些职业骑手走 走炮尔平衡三 炮尔平衡三 这个时候 对 走这个骑呢 也走的就是非常奇特 双方是不是马上就在 沿河一带 对 这个骑呢 都值得我们爱好者呢 去进一步呢 去探索 去研究一下 当然了 它这炮尔平衡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个炮尔平衡呢 最早呢 是在八十年代呢 我就见过这个骑 但是后来感觉呢 就是黑方这个骑啊 可能有些偏 怕掌握不好 所以在象甲 还有个人赛 还有这个高级别的 邀请赛当中呢 就是黑方走这个的人呢 比较少 但是呢 正是由于走的少 所以还有很多骑手呢 也在不断的 挖掘他的变化 对 因为初期之胜嘛 那么孙奥宇 应该说呢 在上一局慢棋实力 他就希望 初期之胜呢 来这个江湖折过吧 对 尤其是他对这个变化很熟悉 又是加下快气 对 那么洪方选择并武器 孙奥阳呢 是来自这个江苏 太州的选手 太州人 江苏队呢 这个很多这个棋手 包括徐天宏 朱小虎 成明 还有孙奥阳 这个在内呢 他们都是这个 来自泰州的这个选手 泰州也出了不少棋手 那这个孙奥宇呢 我们原来给大家做个介绍 他是来自江西的选手 江西这个宜春市人 宜春市这个万载县 但是孙奥宇呢 也是通过自己的拼杀 后来被四川队选中了 在五六年以前的 加盟了四川队 成为四川队的一名主力队员 黑方接下来走G26 就是黑方呢 对于红方的攻势呢 暂时的置之不理 继续呢 在右翼呢 给红方施加压力 就是红方这个棋 怎么走 这个也作为 一个常识的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因为这个不具变化也很多 红方呢 就是选择很多 就是说这个炮如果被迁呢 它也可以考虑退一波炮 将来再走扑瓶期 这是一路变化 那可能黑方就要走扑瓶走 对了 那么接受呢 黑方就再登回来 这二双方相对来讲呢 就是骑呢 都是比较平和 就缓和了 那黑方这个子力呢 应该说也比较活跃 也完全可以与红方呢 相抗衡 因为你毕竟这个炮呢 还要再摆脱一步 才能再走开 这是一个炮瓦退一的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摆一个思路 另外呢 就是红方呢 还有一个是 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对冰 对冰 那黑方 黑方可能也得考虑 炮白瓶酒对去 就不能让人家马五进三 这顺利的 如果拱这个的话 他拱 如果换掉他马五进三 这个 这个马位 这个马位也比较好 这个马三进四就是叫杀呢 所以黑方肯定不肯 黑方也要走 黑方就是走 炮白瓶酒对去 也要对 对 那他队的不是过一个兵过去吗 过兵 这个其实我看觉得挺复杂 反正也以前也有七手下过 这类似的队区 那你给大家 过兵 他红方 黑方可能会考虑炮酒进四 就这么打 对 就这么命大 对 反正就是说黑方也是想 对 不是 他可能走炮一进四 他打这个兵 炮一进四 对 他可能想从这边 将来叫做二平赛 他也有些先手 所以这个棋倒也是挺凶的 对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 然后一看网络上一些高手也是经常对一对盘棋 这些双方都有机会 对 那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对局的主题 就是说我们在这给大家罗列了两个变化 值得大家参考一下 参考足 就是红方直接走兵武级 就是红方是想通过中路的直接进攻 打通这个足龙线 将来多了一个G2平7 这个向相对薄弱的黑方的右翼 施加压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对 那么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黑方这个棋必须要接受了 再不如红方中兵就冲过去了 然后红方走G2平7 来把黑方三路马压住 这个马压住呢 也就意味着红方 以后有马五金六啊 这个手段 你G2平3绝对不能走了 对 G2平3就漏了 还是小心底下有这个浸泡浆 对 这个初学者G2平3千万不能走 他底下泡发进去一漿 就把你浆的这个很难受 基本上就输了 一步骑就翻车了 G2平以后黑方唯一的走法 就是硬走马骑进步 把这个双马连住 那同时呢 有这个泡发进去打死局 这么一个手段 当然红方不能允许他这个打死局了 你俱乐进步不行 俱乐进步他不过向下来 还可以打你头去 他直接泡发进去就行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要继续上马 本局当中呢 红方选择的是马五金六 后来的效果上来看呢 好像红方呢 还不是特别乐观 那这个棋 那是不是只能马五金四条 对 马五金四的效果呢 要比马五金六明显要好 这个棋呢 就是在来讲这番棋之前呢 我也专门研究了一项 这个马五金六 跟马五金四的这个差别 这个马五金六看起来凶 往往是第一感 但有时候人的第一感 并不简单是正确的 必须经过我们反复的这个拆解 这个看看双方到底是什么变化呢 方能知道这个 这个结果到底是金六好金四好 那这个棋可以比较准确的告诉大家呢 还是马五金四呢 比较 得当 那黑方这个棋肯定要补一手 对 因为你炮五金四打是先手 黑方必须要补 红方 也要打 这个棋 黑方马三金六必须要登 黑方 为什么必须要登呢 我们再给大家啰嗦了一两句吧 薛二金一如果吃炮的话 那他有这么一灯 把你这个马炮切断了 那这个棋黑方就丢死了 他居心 黑方很危险 你还得弃居了 弃居了 这个棋就 勺子 勺子很难下 他有这么一个灯的线索 所以他 让马三金六先把你灯掉 这时候红方赶紧躲炮 对 这个炮再换就 没有什么 积极的作用 那么黑方可以马五对棋 一退 这个棋反正也走出来 红方什么点击的棋 对 那黑方反正也要积极进行防守 对外红方呢 也可以考虑就简单的 保留这个点击的线索 直接把棋进去 那我就是不是可以走炮一拼四 不让你点上去 这儿呢 就是红方呢 可以 再登尿堂 这样 或者走炮酒瓶火 炮酒瓶火也不错 那可能那还是只能换尿 你登我 我再登你 这儿我要登风向 有这个手段 黑方还要防守 那只能回 对 回车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呢 双方都能接受 黑方呢 阵型也比较巩固 现在目前多一个组 红方呢 这个毕竟速度呢 还是稍快一点 对 所以说双方会有顾忌 红方略好的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红方想进一步 扩大战果呢 也比较难 就这么一个期 所以以上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马五进四 这个便利 基本上呢 就是双方呢 都能接受 还是继续缠斗的一个局面 对 那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走了一个 马五进六 看看这个马五进六 这个效果怎么样 对 那同样呢 黑方 也是补齐下 那红方也是 必须要换 对 你不打 对 他对方有扑花机 打四局 等掉 马三进五 一走 对 也是乒乓 对 那这个棋呢 黑方也要再把马 退回去 对 马五进七 退回来以后呢 就是当红方 再走马七进五的时候 我们看 刚才这个马是在这了 刚才这个马是不是在这了 对 现在我们这个马在这了 那这个时候 黑方多了一个什么棋呢 黑方多了一个 抛一金四是先手的棋 所以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就是先手不太大了 对 这是一个关键所在 那这个棋呢 也是到了一个 关键的石头路口 到底红方 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那好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讲解后半 几段 这个对局情况 那么打局以后呢 红方这个棋 就面临一个选择了 比较稳妥的 可以考虑走炮九平六 尽管红方对一个炮 并不情愿 但这个棋呢 基本上呢 还能下停 接近军事 因为你要足够其一呢 一个什么 直接马路进次 对 将来 你要巨八平七 马斯坚稍微亏一点 但我可以考虑呢 就是 马轮四以外呢 就是我灯打掉你 你只能止掉 我再把马回来 这个棋也可以 因为我们红方呢 有一个马轮四的线肉 还有巨七平三的这些线肉 对 还有马斯坚六 将来巨六平五 这些反系 红方则比较糊 对 就是说黑方多一个中族呢 但红方呢 由于有这些进攻手段呢 目前来看呢 形势也不是很差 所以说 他炮九平六 是比较好的一个走法 那黑方呢 就是说 我记得王天一 好像跟广东的 黄岸林下位派 对 他这时候是把军 他当时选的是 巨二推四 就说的这个局面 还是比较复杂 然后他后来又 法律码压住 他有个炮八进三 对 这个棋局呢 应该说就比较复杂 对 双方都可下 双方等于互相牵制 那后来呢 这个棋应该是 王天一后半局 走得非常的紧凑 最终取得了胜利 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总之呢 红方应该走 炮九屏幕呢 比较稳妥 时代当中呢 红方就有居六平四 把居让开了 那么黑方实际上 这个走苏五心 是可以的 应该说 黑方形势还是不错 因为你马轮次 那如果正好跳马呢 你熊成杀习吧 你怎么杀我呢 正好 正好有个僵 有个靠兵 那红方样样 都会指呢 他有这么一个走法 炮花瓶去 我们看啊 一僵 跳僵 出降 然后平炮 平炮降 对 炮二层六一降 那他只能平冰 对 让他换掉 这样也只能换掉 支掉 他把这个灯掉 这个棋子看起来啊 红方要丢子 但实际上没事 红方有这么一个妙术 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是吃马 他再来 聚集平台 别你马 如果你 知识或落识 他有马一将 这么一个招法 你吃鞠 我一将 把你去抽了 但这个棋呢 无论怎么下呢 你是红方吃亏 为什么呢 红方你怎么把大子得回来 你都是丢足啊 少足 至少少两个足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大死刀不丢 但是少足这个棋呢 就是很难下 所以他足舞棋 是比较凶的走法 那实际上当中的这个 我估计这个孙浩宇啊 也怕这个 万一什么地方出一些毛病 他就选了一个 比较稳的这个走法 他就泡巴进刺 他想先盯着你的中把 对机会的时候 再往上拱 但是这个拱呢 应该说这个机会呢 就错过了 红方炮九平五 黑方呢 就想把这个子呢 换掉 一打 对 这个地方啊 这个孙一阳 这个小将啊 犯了一个这个致命的错误啊 就是 走到现在这个图形 红方呢 他实战则马都退伍了 结果这个中足 他就吃不到了 对 不过也是第一杆嘛 正好把马蹬回来 随时以后打兵 对 有一个吃底下的一个气 他当时呢 他我估计怎么算呢 他能凭 质感 你这么一吃 我再一跳 你走这个 我等你中下 很凶 对 有个气嘛 你飞我一打将 你要是降五平四 我有居 居居居什么的 居居居八呀 什么 对 就是我估计 他是草算了一下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有更好的招法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走呢 就是当他 泡拉屏股的时候 红方就应该反打 这很重要 只有这个打过去以后呢 这个棋呢 才能够 好 利于这个 不败 对 反打的话 黑方这个棋 不能走泡我去 你看他呢 这个杀法就比较简单了 居居三 看相一相 吃相 他只能退炮 好 这招是一个关键 对 居四平六 先平居 对 这个大家呢 通过这个齐同呢 我们爱好者来讲呢 可以呢 了解一些杀法 下不及洪光 要怎么杀呢 直接 居砍炮 然后灯像和马力进气 都是杀 马力进气就是 马力将 居带走到这个位置 黑方也没办法 马七进五也不行 马七进五 他就灯笼不像了 对 这个棋 红方也势不可打 嗯 这个棋也基本上连杀 你十五均四 好 这个底炮还丢正 就是说 嗯 你十五均四 居居居没有一架 然后在马五均三一架 就基本上连杀 对 下不居居居居居居 有空头炮也没有用 对 这个黑方的两个居太背了 对 他 所以你走这的时候 他只能出架 对 出外 他不得你把相砍了 嗯 红红这会儿有好戏 嗯 灯回来就容易吃亏 灯回来 他先捉你 让你这个炮逃不掉 你看啊 如果你再跑 我再捉 你看你这炮没有 那我只能再进一步 再进我就可以把你灯了 这样子 这样我得你白 把居居从底部提到我高步了 对 他这个棋可能黑方呢 就不肯逃 不肯逃 他可能炮五兵去打 嗯 如果你要吃 他可能有去八戒五这些先手 对 那红方呢 也有好棋 他马练棋 将鱼 那黑方只能进降 对 然后呢 他不理你 他马继续有 哦 这都 顺便他也把你冰吃了 也都不吃这个冰 对 那我不正好过来打冰 炮打冰 炮七瓶三 对 正好也解了杀 对 我居七瓶六 哦 居七瓶六 居七瓶一 感觉居七瓶一吃冰 吃冰简单 那马继续 对啊 他那个吃冰 不太把劳 他是 他将来还有这个退居别马的这些先手 是吧 居七瓶六 我吃你炮 对 还有个马继续退七的 对 那我是不是只能过冰了 对 这个七 你过冰吧 对 要不然马继续七太厉害 对 还是马继续七吗 这个七 是 因为这个七 你不能逃跑 我们看逃跑 对 逃跑它有什么七 它这么蹬了你是先手 那我这个G如果 你是变命 你帮我逃 这个红方有这么一杀招 看看大家 橘砍炮 对 这个通过我们也讲解 大家都 对这杀招都了解一下 怎么杀呢 降五平四 对 去四平六 你降 降四平五 你降 然后利用这个先手红方 马继续六勾一降 然后他只能降五平四 是吧 对 就是红方也可以马六退八 再马八近七 这个卧槽马上 也可以马六进八 都是两步杀 然后狙再到一线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最常见的 这个狙马炮的 对 它是炮五平六的杀法 对 好几种 还有马八退六 当然这个直接就干净了 这个动作快了 马八退六 炮五平六 是马后炮 那这个还不能轻易地逃跑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很关键 黑方 足三起一 就比较稳妥 对 那我 主要你登这兵太厉害了 你这个起 足三起一 一走 如果你吃炮 它将来有 G二推二 G八进五 这些先手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 要马九退七 继续推马 对 那我也不能逃跑 逃跑 你炮了一块 它还是G六进三 还是 一样 它也不好横着它 这也不能打 这样丢的 黑方又解围的妙手 马七进五 送马 填一个马 红方这个棋 如果马七进五登了 那黑方还有G八进三 这些先手 对 那如果G六平五吃马的话 对 它向五进三飞了 对 向五进三飞了 你要G五平上抽 我炮子平五反将 反将 那这骑红方走的是 也可以就简洁的 接受这个局面 然后再把马吃回来 这儿双驹 炮的双军炮 基本上 双方一直在这个解杀 还杀这样一个 精妙的一个走法 那回事 对 然后红方呢 它可以再飞一个响 下部再把它这个足备掉 那这正好炮战中 是有将军的 炮江呢 红方还有妙手 再把你看掉 这样吃掉 你吃掉我 我炮战 再把你这个驹再抽掉 这儿简化以后 双方就基本核棋了 居兵的居足 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核棋 对 反正呢 就是说 这个是双方还较为合理的一种走法 就是双方呢 都有这些说 解救的好招 对 最积极的一种 所以说 这个棋呢 我在讲之前 就是专门看这个棋啊 发现红方只能炮物金三 就是这个地方 对 但黑光不出轿也没有办法 对 他就是说 只能炮物金三 对 那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没有炮物金三 他走什么呢 马六推五 这个棋啊 就是后果呀 不堪设想 无法挽回 他现在走 巨八进五 这招是巨 这时候打不出 这个瞬间 对 你打 打兵 你这不是杀 他呢 就可以得你一个子 这个中拘战啊 太厉害了 对 这个吃个下也没有用 所以红方呢 这个棋啊 应该说 这个炮物金三 没有走出来 导致这个全盘啊 结束 而这有过冰的棋 如果你再走 冰三进一的话 嗯 它也可以 巨八进一再点 那只能 马五进六跳 你进六跳 人就跟踪追击 就把你捉死 这个棋 应该说红方 明显下不过 这两个区太厉害了 对 这个炮还 有抵视的一个危险 所以说这个棋呢 所以红方来讲啊 就是来不及了 所谓冰贵神速 人家巨八进五这一点 红方就没有 就这盘棋就很难下了 对 他呢 实际当中 他走过去七星二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足够基因 我也不要了 巨一瓶先把你这个锁住 然后将来 能砸你的相 他是希望于此 但是黑方 看给不给他这个机会 黑方巨二瓶三一吃 对 应该说 应该说孙昊宇这个棋 后来走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马五瓶六 最简单的黑方 巨八瓶四更好 巨八瓶四呢 他也是这个马 巨八瓶四最好 因为你登一将 飞掉 打一将 对 打一将 然后他出将 你一叫杀 他可以泡四瓶二 这是一个反杀 你必须要补一手 对 吃不了泡 然后他泡 进四进三都可以 这样就黑方物质力量太雄厚了 对 这个巨也出不来 你巨出不去 永远这个棋就输了 所以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的优势很大 所以这个 巨八瓶四是一招之胜 但是这个棋呢 就说 他没有巨八瓶四呢 他走的是巨三进三 也是数字同归吧 就是选择的道路不一样 取胜的方法呢 也雷同 恐怕 无奈的情况下去登下 对 物质丢失太多了 就索性放手一波 出将 物质出将 他这一脚伤 正好黑方有一个解围的妙手 解杀还杀 红方再一将 黑方又回来 红方呢 是一将一杀 这个亚洲起归是判河 但是在中国比赛当中呢 这是犯规的 所以红方很无奈 就是他走了几个回合以后呢 他最后无奈选择了炮五瓶六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由于差一手势 因为你知识来不及 他聚发近刺 细腻 所以他炮五瓶六 那他聚发平刺过来 你现在不能再知识 知识炮也丢了 对 退居吃过一遍 他索性就把炮吃掉 对 他是把他将 就是提前的转化了这么一个次与 这个也 这也无所谓 对 后来他也是将人 后来他就也是吃事 对 他一将 他这么一将 他只能降我平死 对 少彭斯 然后他再吃一将 对 他这个黑方就过门很好 就说的 他过到那也可以 对 他这儿呢 就说你来不及躲居 再躲居我就双居错了 对 所以他也没办法 就说洪方是怎么走 也是没有办法 对 洪方就是居江里 居江和下降 因为居也躲不开 躲开居落可以一啥气 把居吃掉 对 他一吃 他居炮洛基金是一个杀 但是黑方很轻巧地把它解掉 嗯 他一平炮 对 然后马七进六 那最后 解不齐 洪方吃足 他马洛基金五一将 他居二十一将 他一下帅 他又居二十一 对 这个棋呢 反正 他反正又走居二十一 对 这个棋呢 就说最终呢 黑方呢 这个取得了这个胜利 嗯 应该说这盘棋呢 还是非常精彩的 在快棋的决战当中的最终 成都队呢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